現在來自《總缺》的報料稱 華為即將推出新的Nova系列產品 其包括有Nova 7、Nova 7 SE和Nova 7 Pro 並且他們將於4月23日正式發布 而華為Nova 7a已經在2月份發布 現在看來Nova 7全系都即將亮相了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Nova 7系列的最近一些全部洩漏和規格 現在儘管有更多關於華為Nova新品的功能消息洩漏 但有個別的洩漏指出 華為Nova 7 SE、Nova 7和Nova 7 Pro型號將分別搭載 麒麟820和麒麟985及麒麟990芯片 華為Nova系列作為華為中的終端產品 這三款手機都將支持5G網絡 一旦都提供了5G 那麼華為Nova 7使用的麒麟985 這可能需要將其8輪57調製解調器結合 才能實現其用5G網絡 因為它沒有內置5G調製解調器 根據傳聞還有了解到 擁有5G功能的Nova 7系列新品將於4月23日發布 並且於4月28日發售 其最高端Nova 7 Pro的價格為3500元人民幣 約和500美元上下 另外兩款Nova 7和Nova 7 SE的價格自然會更便宜一些 華為Nova 7系列有兩款產品 最近已經通過了30A認證 政治型號為AN10和AN00兩款產品 預計它們將為華為Nova 7和Nova 7 Pro 並且這兩款型號都顯示具有5G功能和40W的超級快充 當然華為Nova 7系列裡還包括Nova 7 SE 先前的報道顯示華為Nova 7 SE配備了6.5英寸打孔屏和側面指紋 以及6400萬像素的後製主攝頭 也可能是擁有後製四攝 以及22.5W的快速充電和新的麒麟820處理器 今年華為Nova 7系列的未觀設計 依然會延續之前的風格 但我們看到了它有使用單挖孔屏和雙挖孔屏的設計 而截至現在 微博上有更詳細的真機宣傳視頻 顯示了Nova 7為雙挖孔曲面屏 並且屏幕左右邊緣曲面過度的非常好 這款產品可能是Pro版本 它是該系列最頂級的產品 當然除了Nova 7 Pro 還有Nova 7和Nova 7 SE 鏡頭規格上 Nova 7系列會使用後製三攝或者是後製四攝 也可能是方形矩陣式設計或者是數拍的設計 其擁有後製四攝的Nova 7 Pro 甚至還會包括一個潛望式變焦鏡頭 可支持高達50倍的數碼變焦 另外還有一個主要的特點是Nova 7系列 今年它們三款中端產品都有加入了5G支持 好了,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,我們再見!